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你只能为你自己 海宝温,我是塔塔拉 现在是二月份,距离高考还有大概一百天的时间 一直以来都有高中的宝宝来问我 能不能给他们一点学习上的建议 但是尼塔已经老了,我已经高考完五年了 我的学习方法到现在不一定有用 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些建议你们绝对用得上 就是高考前不要做什么 我之前出过视频跟你们讲过 我高考前是一个特别特别叛逆的人 我一边跟老师过不去,一边跟自己过不去 一边又跟家长过不去 所以在最后那一百天里面我经历了非常大的跌倒 成功经验我不行,避坑指南我一流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高考前不要做的事是 不要跟老师和家长赌气 你们可能知道我是北京考生 当时我们的老师是从高考大省刚刚调到北京的 所以他对我们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 当时只要我们考不好 他就会把这个原因归结于 你们北京考生就是不行上面来 比如我们问题的时候他会说 这么简单题你都不会 你知不知道我们那的考生分钟都能做出来 或者我们说紧张有压力的时候他就说 你们北京孩子竟然还有压力 你们从小就投胎投到了一个没有压力的地方好吗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北京的卷子比较简单 我们等于站在了一个强跑的位置上来 跟大家一起比赛 我们自己认为也有失公平 但是这件事绝对怪不到我们投上来 当时有些同学呢就没有理他 有些同学发奋图强 而我不一样了 我就想你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我干脆就不学了 所以高考前一百天我都在跟老师对着干 你越让我学吧我越不学 后来慢慢的我就发现老师不怎么管我了 我才意识到 哦其实我对他来讲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的老师在我之前带出过省状元 在我之后也带出过省状元 我当时无论在哪些方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都绝对比不过那些高考状元对吗 在说干净之后他不一定会记得我 但是我自己的高考成绩一定会影响我自己的一生 就千万不要想着我是为了老师家长而学习 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你只能为你自己 第二个高考前不要做的事是不要分手 一直以来老师和父母最爱说谈恋爱影响学习 但是我真心认为分手才是最影响学习的 如果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的话请扣一 有时候分手并不是一件坏事 你离开了一个不适合你的人 对你未来绝对是有好处的 但是无论如何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共同度过了一段时间 那你们之间一定会有紧密的连结 会有对对方的影响的 突然分手这个事等于你打破了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 比如以前有人跟你一起回家 现在没有了以前有人跟你发短信 现在没有了以前有人跟你讲题 现在也没有了 而且考试的时候脑子里可能会浮现出那个人的脸 这样会更加分心 如果想分手的话 秋冬まで考完再分 第三个不建议大家高考前做的事是 不要随便的吃短校避孕药来调节自己的月经 我自己是有非常严重的痛经的 我在痛经的时候大脑变得缓慢 我没有办法集中精力 快高考的时候我们班好几个女孩都特别紧张 怕月经期会跟高考装在一起 所以很多同学都选择吃短校避孕药来调节自己的经期 其实科学证明吃短校避孕药对身体没有巨大的伤害 它只是通过激素的调节来控制你是否排卵 是否来月经 等你停药之后月经立刻就恢复正常 二磨的时候在我妈那见一下 我就吃了几天的黄体酮来调节我的经期 经期确实跟考试错开了 但由于我个人非常不习惯内药物 在吃的那几天我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就是非常头晕 晕到我觉得还不如来大姨妈呢 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个头晕脑胀看卷子重影的现象还算比较好的 我们年级有另一位女生 她是吃完了头晕加胃疼 后来直接晕过去了在考场上 不是说吃药调经期的这个事不可行 而是因为每个人对药物的适应能力不一样 你不知道吃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有严重痛经的话 要么提前吃这个药试一下有没有事 要么你就干脆别吃 到考场上万一真赶上了 你就吃两片止疼药 把痛经的那个疼给止掉了就完了 第四个建议可能有点奇葩就是不该高考的时候别去高考 我这个经历真挺神奇的 估计好多人都没有遇到过 我们年级当时有几个体育生提前保送到了大学 所以他们不参加高考也有学生 那些同学因为很早就跟学校签约了 他们很久很久都没有学习 所以当时老师就要求他们 你们既然可以不高考那就不要去 但是我们班有三个小男孩 他们觉得如果不参加高考人生就是不完整的 所以三个人就组着团抱着我要去试试的态度 考了一场英语 所有科目里只考了英语 150满分他们都考了80分左右 就等于他们所有人的高考成绩就是80分 你们想想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如果你不考的话 你的人头就不会算到我们的平均分里 但如果你考了 你这个80就要跟所有人平摊 那我们学校的平均分一下就被拉下来了 而且英语老师更惨 每一个老师他们的奖金都跟你带出来的学生的成绩有关系 我们英语老师特别特别努力的去教我们 帮我们提分 好多人全班的分上来了 被这三个80分的一下就给拉下去了 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就是因为我跟英语老师的关系特别好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当着我面讲 讲了讲了就哭了 他说你不知道我为这件事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他们去考场上玩了影响的是我今后的事业 第五个建议大家不要在高考的时候做的事是 不要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去做一些你平时没有做过的新鲜尝试 比如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喝过红牛 但一直听说一顿眼年会让大家更亢奋 头脑转的更快 我就偏偏在我最拿不准的数学考试之前喝了那么一罐红牛 结果我在考场上不光我特别想上厕所 而且我的整个生理都走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亢奋状态 我的心上当时咚咚咚特别时间的跳 而且跳的特别快 我考试的时候能听到我自己的脉搏声 根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看我的卷子 所以最后我考的数学特别差 还有就是比如你平时走了上学 你没有必要飞在高考的时候就坐一辆公交 比如你平时不睡午觉你也没必要高考的时候强迫自己睡午觉 我就是从来不睡午觉还特别庆幸的人 我在高考前强行睡午觉 并没有睡着 但是我脑子降凉乎乎的 所以导致我下午考试的时候还用了几分钟来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总之我说了这么多不要做的事 核心原则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你说高考特殊吗 特殊是因为你这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机会来改变你的应运 它是对你前十几年学习成果的一个检验 但你要说它真的有那么特殊吗 好像也没有 我们这一生中考了这么多次试 一模二模三模四模又模拟了这么多次 其实你把它当成一次普通的考试也并没有什么的 更重要的是该学的知识你能不能掌握 掌握的知识能不能在考场上发挥出来 放一颗平常心大家都会有好运的 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吧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大家还要补充的给高考生的建议和不建议 请随时在下面留言吧 我们一起来讨论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 我是他啦 我爱你们 致推~~ 致推~~ 心底 will 請把那佛玉ables 有一模子 那你们这就好 燃 又 练 可以